将大楼拆解用脚手架材料用吊绳吊下时 从大楼上坠落 事故发生状况 脚手架材料掉下时的坠落事故事例 受害人在原有的建筑物10楼楼顶 在支架上安装吊绳 准备用人力将临时堆放的脚手架材料掉到2楼临时台上 自己利用打在墙体内的毛栓及板形夹前 将手动吊物支架的上下两处固定 在用吊绳将脚手架材料往下吊时 脚手架材料被勾挂住 它在手动调整吊绳时 不小心坠落 这时挂着安全带的支架也将固定的毛栓拔出 与受害人一起掉下去了 受害人在原有的建筑物10楼楼顶 在支架上安装吊绳 准备用人力将临时堆放的脚手架材料掉到2楼临时台上 自己利用打在墙体内的毛栓及板形夹前 将手动吊物支架的上下两处固定 受害人站在宽35厘米的护墙上 安全带的吊钩挂在支架上 在用吊绳将脚手架材料往下吊时 脚手架材料被勾挂住 它在手动调整吊绳时 不小心坠落 这时挂着安全带的支架也将固定的毛栓拔出 与受害人一起掉下去了 事故发生原因 后装毛栓没有按照正确方法施工 毛栓强度不够导致毛栓被拔出 在将材料往下吊时 使用的安全带固定设备不当 没有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 及作业步骤书 事故防止的对策 后装毛栓的施工 必须是接受过生产厂家的施工 培训课的人员 必须设置与下吊设备不同地点的安全带固定设备 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及作业步骤书 每天进行确认和检验 继续的作业